站在车水马龙的十字路口 银歌区建德里长林真达 正在进行312桥交通号制改善问题的第十次会刊 其实为了312桥的安全结构 林真达就与新工处以及有关单位 半年内会刊三十多次 有时候一天还要会刊三次 我说那个安全结构你知道吗 他们没办法回答 所以说我就直接带他们下去寒洞里面看 我说你看这个应该要不要处理 后来有真的有加强 因为说实在来50年没有在车子在上面通行 现在澳桥通行的话 每天车辆那么多 他的震动承受得了嘛 所以这个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第一 我永远记得 我第一个 第一个问他的问题就问这个 也因为建德里未处山区 有许多基础建设要做 例如阿斯巷的排水沟 每逢下雨 积水泥泞的路面 总是造成不少交通意外 阿斯巷的排水沟问题 因为阿斯巷属于比较偏远 比较山区 因为那个地方说实在的 如果说要用选票去讲那个问题 投资报酬率是不过 但是因为居民的安全问题是最重要的 所以说我一当选的时候 我就马上 第一次会干就是会开那里 因为他们那个泊坎 已经那个排水沟 大排的泊坎已经刮得很厉害 整路每条每次下雨 那个路上全部都是雨 人家是大路不是那边变成雨路 后来我就跟公所一直反映 一直那个 就这三年内 把最基础的全部应该差不多做好了 我真的非常感谢 我们之前的胡局长跟现在的周局长 因为那些花了非常多钱 但是说实在的 居民的安全是最重要的 另外林真达对于地方上的环境保护 与文化传承 有着强烈使命感 因此在里内同时也是全台 唯一主寺归功的碧龙公 特别邀请资深广告人郑金富 创作独一无二的台险刷画 也为里环境认证尽一份心力 开始是他随性而化 我后来跟庙房 跟郑理事长联络 他后来他有讲 他一路有规划要做到什么程度 林真达坦言 虽然很多人都告诉他 这些基础建设对选举来说 投资报酬率相对低很多 但能够让居民出入平安 提升居住环境的安全 对他而言才是最重要的 只要还有服务热忱的一天 就会继续做下去 中家新闻朱允家 英哥报导